各位評審大家好,我們是陳書素華藏科隊的顯而易建組 我們設計了一個智能及自動化U型管水位的探測器 我們早前新冠疫情嚴重,U型隔氣管如果乾了就會傳播病毒 所以我們要定期注水到U型隔氣彎管 防止透過空氣傳播到其他單位 所以我們設計了一個自動化的智能測水位U型隔氣彎管 但我們在初步階段所以未有成品 我們會用上一個microbeat連接一個自製的電壓感應器 再配上手機應用程式,就可以即時觀看U型管內的水位情況 我們的製品是低成本,容易使用和輕便 一般家庭都可以負擔得起 早前疫情嚴重,有一些大廈經過U型隔氣彎管傳播病毒 所以我們設計了這個簡單的裝置,放感應器進去U型隔氣彎管便便可 每個家庭的廁所或廚房都會有地台去水位 如果U型隔氣管沒有足夠儲水,可能其他單位都會受感染 我們將DIY的水位探測器放在渠口,便可透過手機作為媒介提醒加水 如果U型隔氣管足夠儲水,水位感應器便會提供0.7V電壓 在手機程式中,如果有水便會有電壓,手機顯示水位便會正常 如果缺水便沒有電壓,手機便會發出信號提示加水 這就是我們的作品原型 我們的製品便會快速告訴使用者U型隔氣缺水 我們便會自動加水,家中的長者便可以不用親自加水那麼辛苦 並且我們的製品便會因為水位降低便會發出聲響 所以我們的製品便會不斷發出聲響,我們的程式便會提醒用家可能有漏水的跡象 便會叫用家可以檢查U型隔氣管管 便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換取短時間內解決U型隔氣管管缺水的情況便可以盡快維修 這幅圖就是競爭優勢 在這幅圖就會看到我們的DIY智能探索器是比市面上售賣的探索器較優勝的 我們收集完意見後,因為我們全部產品都是手工DIY製作 所以可能電線的連接位會有漏水的情況 多謝各位評審觀看